这个板子是什么问题 板子IPM模块报警 IPM模块报警 是 找到IPM模块的文档 对 这个文档类似 这个文档 是从上桥 上桥有这桥MCU 输出来的上桥三路 下桥三路 从MCU出来的 对 那先看它有没有 上电的时候 是上电报警 还是启动报警的 上电报警的话 你要看它的FO FO24角 它是高电瓶还是低电瓶 先看一下 我聊一下 我的表 给它通上 一个电压 直流电压 那就是给它供电的 这开工电源供电 那母线不要供 这个 电容上面不要给电 RW0 RW0正好这个测试段 嗯 4.9V 4.9V 那是高电瓶 高电瓶 他没报警 不报警 他低有效的 对 这个文档上 有上拉电阻到5V的 嗯 低电瓶有效 对 嗯 那你再确定 那个引脚出来的 出来的一般 他会推动一个光五吗 他推动一个光五 光五再到这个端子吗 是 你要看它连到哪个光五了 呃 光五 这边跑电路 跑过了 这边是 这个光五是推动它的 但是它进入中间 没经过74H138号 138 138 14HC 14HC 138 应该不是吧 是不是14啊 368 368 368 74HC 368 嗯 反向器是这样 反向器啊 14差不多那种 嗯 你就那个嘛 嗯 先看一下这个 到这边那个通路 看是不是通的嘛 嗯 从这个FO出来的 从这个IPM模块的FO 刚才是24脚啊 24脚啊 24脚出来的 出来的 然后到这后面的通路 看正正常不 如果是正常的话 再看IPM模块 每每一个去推一下嘛 是 把这个开放电源 呃 接上去 然后每一个推一下 推一下看它呃 是不是有响应 测试一下这个输出端呢 这个UVW对P对N端 嗯 它是不是通的 用YG管档 测试一下 嗯 如果都是通的话 也有可能就是 呃 能够驱动有效的话 也可能就IPM模块 本身有问题 有时候 IPM模块 它有问题 测不出来的 是 它里面的特性变差的话 嗯 不好测 那只能去更换 是 噓 等